秀琴遭控欠贷38万年要600万死不孩。苦主被逼到崩溃住院连大扫团都翻脸。 秀琴近日被爆料欠好友郑女38万不还钱,好友多次催债但都没下文,只好撕破脸向秀琴寄出存证信函,没想到连继三次都被退掉。 据悉秀琴与郑女是多年前在购物频道认识,两人从2017年开始合作卖服饰商品,由秀琴负责直播,郑女却控诉秀琴违反承诺,两人为钱撕破脸。 图片来源,苹果新闻 根据ETTD星光云报道,郑女透露自三月开始,秀琴已财务出状况,房子恐遭查封为由向我借钱,为了帮好友,我只好拿信用卡预借现金,帮助对方渡过难关,但没想到之后不仅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秀琴还与我清算直播。 直播7个月的费用,我只好硬起来寄出存证信函讨钱。 图片来源,苹果新闻。 郑女还说两人合作,一开始就有说直播是不收费,以分润的方式计算,产品卖出,扣除成本,秀琴可以分到三成,几个月下来东西卖不好,双方都损失惨重。 后来对方还开口向自己借钱,我于是私下用信用卡借贷给她,她都要我别告诉支援。 之后向秀琴追讨钱,对方都爱理不理让她很生气,无奈叹气我自己也很苦,每一分都是辛苦钱,当初认为她是公众人物,一定会负责。 而且她承试在严寿深的费用一下来就还钱,我才愿意借她,这事发生后,我压力大到进医院。 图片来源,苹果新闻。 之后事情爆出后 就连大扫团野火大出面指控秀琴有欠钱恶习 扯出与大扫团VK也为钱闹翻 秀琴出面泪声巨下表示自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至今仍不明白我签名是领直播款项的签名 怎么会是戒指 她根本就是鬼话连篇 伤害我的名誉 对于被指控违反承诺在先 秀琴与老公一起解释 大约一两年前 郑小姐主动联系 表明有一请夫妻俩开直播节目 当时讲好 两人嫁码原本是一小时一万元 念及彼此有期 八年交情 只收五千元有情价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 接下直播工作后 秀琴强调一直都有跟郑小姐要求给明细及合约 但对方总是用自己是电脑白痴的理由 要两人直接到公司拿直播酬劳 怎料人真的到公司领钱 又老是被证女意要开会 唐塞 还会补上一句会帮致远接工作 每次领直播费用 郑小姐都要求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名 完全没有看到戒指 两个字 如果现在有 那她就是伪造文书 至于为什么要退存郑信函 秀琴说她觉得好友不必搞成这样 眼泪崩要向郑女提告 双方各说各话 只好交由法律来裁判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 影片来源 苹果新闻 朋友只要扯到钱 常常都会闹翻 两人都说不一样的话 只能交给法官来看了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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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观众 节目 那么 今天